很久很久以前 巨龙突然出现 带来再难带 走落空处又消失不见 放过十分危险 时间谁最勇敢 以为有这根来大声寒 我要再生最好的剑 放过最高的山 憧憬最深的森林 把公主带回到面前 过往非常高兴 忙完她的姓名 年轻点响了 像她说 闭下我脚 虚空生发暗黑 骑士狂拽天耗龙 再来一次虚空生发暗黑 骑士狂拽天耗龙 是不是虚空生发暗黑 骑士狂拽天耗龙 对对虚空生发暗黑 骑士狂拽天耗龙 英雄 虚空生发暗黑 骑士狂拽天耗龙 英雄 虚空生发暗黑 骑士狂拽天耗龙 无数伤痕天耗龙 骑士狂拽天耗 骑士狂拽天耗龙 有特色 骑士狂拽天耗龙 不对是八四地刮门头 沙拉鸡蛋也耗龙 英雄 虚空生发暗黑 骑士狂拽天耗龙 看向八四地刮门头 沙拉鸡蛋也耗龙 然后八四地刮门头 沙拉鸡蛋也耗龙 有两虚空生发暗黑 骑士狂拽天耗龙 最后虚空生发暗黑 骑士狂拽天耗龙 对对虚生两八四地刮门头 沙拉鸡蛋也耗龙 叫出来公主 贝拉西洛 骑士狂拽天耗龙 回到了卡纳维亚布达 骑士狂拽天耗龙 虚空生发暗黑 骑士狂拽天耗龙 他搭配了八四地刮门头 沙拉鸡蛋也耗龙 就把公主 贝拉西洛 骑士狂拽天耗龙 嫁给虚空生发暗黑 骑士狂拽天耗龙 拉拉虚空生发暗黑 骑士狂拽天耗龙 拉拉虚空生发暗黑 骑士狂拽天耗龙 挂他们剩下一个孩子 也才天天渐渐长大 回了病恋以后 麻烦孩子沉坐里 勾当他的全力是分担任 不想说一遍